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广东合园的刘先生在自助银行取钱的时候遭到了两名劫匪的突然袭击 虽然刘先生说自己的钱不要了,车也不要了,但是两名劫匪还是不停的攻击他 为了保命,刘先生和对方搏斗了起来,并且抢过了一把刀,把两名劫匪赶走了 这个负伤的刘先生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前往医院治疗 可是,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巧 刘先生刚到医院就发现,刚才那两名劫匪因为受伤,也来到了同一家医院治疗了 28号凌晨两点多,刘先生因为车快没油了,而身上的现金又不够 所以来到了合园市建设大道和中山大道交口的银行ATM取钱 没想到取完钱在门口碰见了两名中年男子 刘先生取完钱正要离开银行,门口的两名男子又把他拖了回来 监控视频显示,长发男子拿着一把刀朝刘先生乱捅 而短发男子手持电棍不停地攻击刘先生 当时我说我车给你,钱给你,他没说要 第一下子就是把我电晕的时候,就是弄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把钱给你,你们不要弄吧 可是这两名劫匪哪听得进去这些话 两人把刘先生逼到角落里面,接着长发男子用右胳膊紧紧勒住刘先生的脖子 短发男子就想用电棍把刘先生电晕 刘先生为了保命直接抢下了劫匪手上的刀 长发男子又抢回了刀,两名劫匪落荒而逃,刘先生从血迫里站起来想去追 但是由于左胳膊肌腱断裂,他不停地大喊救命好疼 这时一个私家车的车主拉着受伤的刘先生去了医院 然后他就送我到这里,我就看到他那部车在外面 我说就是这部车了,你帮我报警吧 警察接到报警电话之后迅速赶到医院,将两名嫌疑人控制住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合员本地人 其中长发男子伤势比较严重,目前仍昏迷不醒 短发男子只受了轻微伤 而刘先生的手掌和脸部受了伤,不过并没有生命危险 刘先生这次真的是万幸啊 毕竟一个人要面对两名歹徒,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遭遇更大的伤害 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深夜时分最好不要去自住银行存钱取钱 如果实在要去也不要独自一个人钱